被陈红一句话踢出金圈后 杨幂挺着七个月运堵投奔了郭敬明 有一次 陈红在节目中自曝 原来电影搜索中王洛丹的角色 原本是杨幂的 结果因为一件事 被陈红踢出了剧组 当年 陈凯歌在筹拍电影时 刚出道不久的杨幂前来试戏 看到杨幂的表现后 陈红非常满意 甚至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了杨幂量身定做的 当即决定要让杨幂来演杨佳琪的角色 如果出演了这部电影 不仅能一炮而红 还能让杨幂进入金圈发展 简直是一箭双雕 原本已经板上钉钉了 可彼时的杨幂事业如日中天 拿到的剧本和资源应接不暇 杀戏迟到更是不足为怪 好巧不巧杨幂的杀戏的事情 被陈红给撞见了 这无疑触及到了陈红的底线 于是他当即把杨幂从剧组给除名了 而简陋的王洛丹 却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最佳女配 与其说陈红是把杨幂踢出了剧组 还不如说是把杨幂踢出了整个金圈 尽管如今的杨幂成为了顶流小花 可他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金圈导演的邀请 要不也不至于在怀孕的时候 挺着大肚子出演了郭敬明的小时代 而这已经不是陈红第一次和娱乐圈的人结怨了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当属他替陈凯歌出的这口恶气 当初陈凯歌和陈可欣的电影撞气了 而吴君如为了替陈可欣宣传《如果爱》 还说张博之身材不好 全靠后期电脑合成 此话一出 陈红再也坐不住了 都知道陈凯歌有多看重这部电影 甚至因为一个一分钟的镜头 就拍摄了八天的时间 整部电影的制作更是耗费了三年之久 当初柳妍在采访时 就因说错了一句话 而遭到了陈凯歌的一顿怒斥 差点在夜内被封杀 即便是十年后 李承儒当众吐槽无极 都会遭到陈凯歌的一顿怒怼 由此可见他有多在乎这部电影 作为护肤狂魔的陈红 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当即在电影发布会上怒怼吴君如 表示香港一人来内地挣钱 说话要负责任 话里话外都在警告吴君如 在内地婚要懂规矩 顺便还帮张博之澄清了谣言 不仅如此 电影发布会当天 作为男主角的谢霆锋 原本应该到场 结果却因突然情况未能及时参加 得知消息的陈红 便怒气冲冲地 将谢霆锋的海报给撤了下来 还将电影中有关谢霆锋的信息全部删除了 眼看事情愈演愈烈 直到谢霆锋当面道歉后 才让陈红消了气 而陈红的暴脾气就连陈凯歌也不敢惹 陈红更是不被他放在眼里 当初陈凯歌拍摄电影倒是下山时 可谓是下了血本 作为制片人的陈红 靠着自己的人脉拉来了两个亿的投资 电影邀请了一众电影大咖 阵容堪称大牌 其中就包括陈红大哥的儿子 在电影开拍前进行了好几个月的武术训练 然而就在电影上映后 成龙儿子东窗事发 电影也因此受到不小的牵连 导致宣传周期缩短至少半个月 为此陈红当众指名道姓 表示一个人毁了一部电影 丝毫没把成龙放在眼里 而陈红之所以赶在娱乐圈如此豪横 最重要的是他显赫的家庭背景 父母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而含着金汤池出生的陈红 从小就过着重心捧跃的生活 正因如此 陈凯歌才会形容他是江湖中人